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分布 你看这个T 假设是T 这个是尾 你看没有 实际上我们是考虑这个尾 你看没有 对吧 如果这一块是趋近理论化 实际上是什么 它这个后头不用管了 就是这个意思 实际上就是我要考虑这样一件事 就是我们在中心 这个是X3中心 对吧 这一块 就是在这中心这一块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什么 这个概率 几乎是 就是这个 就非常大的 就是一个T 如果这一块趋近0 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小于等于0 不对吧 不可能小于等于0 那就是实际上真的等于0 也就是这个 就是在X大于等于T的 这个什么 它基本上不太可能成立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它的用处 实际上现在这个东西 非常有用 这个不光是统计 然后做这个理论计算 都是要用这些不等式 来做这个棒 那这个我们大致看看这个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下来 你们刚才能做出来不 这个H0是等于0 对吧 这个G0是等于什么 G0也是0 对吧 然后我们看看它的一阶导数 就是这个 这个一阶导数 这个一阶导数是 求一次导 然后这个跟一约掉了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 一阶导数实际上是什么 一加X分之一 是log对吧 log一加上X 就对它求导它有一次 对它求导之后 刚才是跟这个一抵掉了 对吧 就这个 那这个呢 这个G1平X 这个我们可以算一下 就第一个 这个导数 然后这个是X 然后底下X约掉了 三分之X 然后后头这一块是什么 是1加上三分之X的平方 X平方 这个不管 对吧 然后再是什么 再三分之一 对吧 就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可以写一下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X1加上三分之X 减去这个 6 1加上三分之X 是这个东西对吧 这个没什么问题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H1平X0是等于什么 是0的 是0的 然后这个G1平0呢 这个放在这地方呢 也是0的 就是也是0 对吧 这个也没问题对吧 这个导数 没 然后我们再对那个 再求一次导数 就是这个是什么 再求一次导数 那它是什么 就等于1加上什么 X分之1 对吧 这个是两极导数 这个地方的两极导数 这个两极导数 这个两极导数 我们看 我们算一下 我们还是一步步的算一下 1加上三分之X 然后减去 1加上三分之X的平方 三分之1X 对吧 就是后头那块呢 是减去两倍 X平方 就是X 然后这个2 就三约掉了 1加上三分之X平方 人家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 这个是6 这个不管 1加上3X的平 这应该是三次方 三次方 人家是X平方 这个就不管 然后这个2 跟这一段底调 应该是3 3 然后是什么 然后是1加上三分之X 然后再乘三分之1 对吧 好像是这个东西 对吧 我直接把它写出来算了 就是我也不 就是说这个结论 直接写出来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个27 X加上3 三次方 直接写出来 就这个 这个直接写出来 那么现在你看 有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你看就是 现在就是H两平 对吧 H这个是G两平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地方 就这个 那么一 那后头实际上 一直都可以算了 对吧 因为后头都是 这个这个就好算了 这个就好算 这个对吧 这个好算 实际上就是说 就是有这个 一直算下去 实际上 这个我们就可以 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是0 这个是0放进去的话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1对吧 那这个这个0放进去 这个是什么 这是1对吧 然后你再放 就是说什么 就是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N0 总是要大于 我看哪个大 哪个比哪个大 我们现在证明 前头那个 对吧 它它总是要大于 这个这个G的 可以可以 能得出这个结论吗 就现在因为这个 这个导数就好算了嘛 就是你再求一次导 这个面 它就是什么 负的 负的1加上 x平方分之1对吧 然后那它在 它这个它这个 它求导 这个这个一直可以 也可以做 它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 有这样一个 如果有这样一个结论的话 这个结论是 有这个结论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证出 这个这个hx 就要大于 这个Gx 因为它得展开 在理念点 它得展开 在理念点 它得展开之后 是什么 它的那个 那个那个 前头那个导数 都是要大于 后头都是什么 一样的嘛 x平方嘛 xn次方嘛 就是这么 就是那个 所以它就要大于 这样一个试试 就可以得出 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上 我们就是什么 基本的这些不等试 就是基本上都是 这几个 就是说这个 马克夫不等试 最基本的就是 马克夫不等试 是吧 然后这个 那个切配复不等试 也是经常用 就是因为要做那种 什么缩链性的话 会用 然后现在我们就是 要就是我们下面 就是下节课 我们要证明一个东西 就是要讲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定理很重要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因为我们有些人 可能我们读过这些东西 就江 江生 就这个这个引力 就要做 我们要后头 我们下一节课 我们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现在 如果原来有个在什么 在一个空间里头 在这个rn空间里头 如果在这个rn空间里头 那有两点u和v在这里头的 那现在有一个投影 就是说把这个投影到这个什么k维 这个rk维 把投到k维 那么这个k维的这个对应的这个什么 这个座标是这个fu f这个东西 因为做做把它就把这个n维的这个什么点 投影到什么 投影到一个通过某一个投影 投影到一个k维的子空间里头 那么这个是在k维里头的这个 它的这个座标值假设是 就是它在k维里头的这个投影 那么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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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引力是说什么 就是说在在某种情况下 它和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距离 就是说在这个空间里头的距离 跟是跟什么 跟原来的这个空间的这个距离 它可以什么 可以bund 就有一个什么ebs呢 对吧 然后这个什么u减去v的平方 小于它 然后这个什么e加上ebs呢 这个有这样一个定理 就是它这个成立 这个成立在某种情况下它会不会成立 那实际上如果这个成立的话就是什么 就是说你投影的话是什么 就是这个这个距离基本上就没变 就是说对吧 就可以可以 这个很重要对吧 就是我们后来就是 就想要做这个 要做要证明一下这个事情 就是要看看就是我们这个怎么用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你现在讲得出 那么就是这个呢 就是一下子还是弄不出来 那么还要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还是就是返回了 返回到我们前头那个什么 子高斯 就返回到我们前头那个子高斯 就是sub 或者是次高斯 就sub高斯 随机变量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一个什么 这个一个随机变量 一个死的吧 就是像这个随机变量 然后我们上这课我们现在已经给定义了 就是说这个随机变量 如果我们说它是个什么 说它是个sub高斯的话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它的φ xλ 它是要小于等于什么 2分之λ平方 6 这个6是大于0的 然后对于 所有的 λ数为r 对于这个是对吧 如果就是说 如果有一个随机变量 对吧 如果有一个随机变量 这个x 我算这个随机变量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个log1 λx 就是说我要算这个东西 对吧 我要算出这个它的这个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算出来 就存在某一个6大于0的话 它小于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刚好是什么 这个东西我们前头有没有说了 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高斯分布 对吧 就是什么0 然后什么 6的什么2分之1 对吧 如果是sigma平方 我们说对吧 那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高斯的φ 对吧 就是高斯的φ 就是说 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比高斯的那个φ 要小一点 所以叫sub sub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说它是sub 对吧 如果一个x 如果这个一个随机变量x 那么它存在一个某一个6大于0 那它是什么 它是满足这个式 我就说x是sub 就是这个意思 sub的意思就是什么 因为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高斯 就是它是这个高斯里头 算出来那个φ 就是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上期后 实际上给了一个题 对吧 就是说 要证明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东西 如果这个ssub的话 那么要这个var是什么 它总是要小于等于这个6的 不一定要等于 要小于等于它 这个我们实际上 上去课我们有这样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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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作业 对吧 就是作业 而且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假设这个什么 这个x是个什么 零君子 对吧 君子是零的 就是那个什么 是中心的 实际上这个地方 实际上就有个性质 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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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质 就是说这个定理 这个一定是这样说的 就是如果这个这个x 如果就是这样的东西 我们一般把它称为什么 这个g6 把这个集合 就满足这样一个一个什么 满足这样一个集合的那些 随机变量 就称为 就把它集成一个集合 这个g6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x是属于它的 那么这个x就是什么 算出这样一个东西 总是要小于这个东西 小于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把它这个集合 就是这个 称为是这样一个集合 就是说如果这个x 就是说现在这个性质 如果这个什么 如果这个x是属于这个 这个这个g6的 也就是说当这个x 满足这个性质 满足这个性质 那么这个性质 这个很好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开始实际上 假设它是均值是0 实际上就不需要假设 如果它就是 只要满足这个性质 只要满足这个性质 我就直接可以算出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x是等于0的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什么 它的方差肯定是 是小于6的 不一定要等于6 就是要小于等于6 就是下面就是 这个这个性质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 我们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我们就要用这个 态力展开 用这个多 就是这个什么 用这个指数 指数函数的态力展开 因为这个指数的态力展开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1 lambda x就是这个东西 那它的 态力展开是等于什么 这个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它是什么 它应该是 就是说是什么 是 对吧 0从无从 对吧 应该是什么 这个n的阶层 对吧 这个lambda lambda n 然后是什么 xn 对吧 是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 那么这个是小于等于什么 这个不管 就有这样一个柿子 对吧 这个柿子 那就说什么 就是求7万 你看看 这是求7万 求7万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求7万 这个 求7万 对吧 先有这个柿子 在求7万 现在就是据到 就是说 这个是无从 对吧 这个是无从 然后这个是7万 这个是不能够随便拿的 对吧 对吧 就这个是 就是说 如果是有限的话 这个可以拿出来 对吧 因为这个 如果现在是什么 是无从的 是不能随便拿的 但是就说 它是等于它 而是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东西是有介的 对吧 这个是小于 这个lambda平方6的 但这个时候是什么 因为 它是有介的 有个什么定理 有个什么 Leber格什么 占主定理 就是说 有个叫什么 就是有这样一个定理 就是说 就是这个定理 就是有 根据这样一个定理 这个定理是说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东西是有介的话 那么这个几分号是可以拿出去的 就没意思 那就实际上 就是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是不能随便的 这个我现在拿出去 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它是有介 那就是什么 这个可以拿出来 n等于无从 拿出来以后 实际上这个是什么 这个实际上就是什么 n的阶层 然后是lambda n 然后是1的什么 xn 这个就是这个 这边是这个东西 然后这边是小1 这个东西 那这边同样就说 我可以把它展开 这个我展开 我直接写出来 这个也是它的展开 0到无从 2到n的次方 n的阶层 lambda rn 然后n的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一个式子 这个式子的话 就是说我现在 我现在这边 就是说这边 这边我实际上 我可以什么 我只拿两项出来 就是一阶项 就是零阶项和什么 一阶项和二阶项 就是这个零阶项 实际上是什么 是零 对吧 就不用管了 这个一阶项实际上是什么 一阶项实际上是 这个是lambda 1的x 然后这个二阶项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加上二分之什么 lambda平方 1 x的平方 就这个对吧 那这边实际上 我也拿出什么 我这拿出一个 一个二次 就是x的 就是lambda的 就是lambda的那个二阶 那么这个lambda的这个二阶是什么 我们可以写出来 实际上是二分之 就是n等一的时候 n等一零 不用管 n等一的时候是lambda lambda有个平方 然后是什么 lambda平方 实际上是n 那是6 对吧 这个东西 那后头实际上这个lambda 都是要什么 都是要是比2要大的 对吧 2要大的 那就说现在有这样一个式子 就是说我能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说它 总是小于它加上一个什么 小我的lambda平方的 就是小我的lambda平方 这个知道对吧 因为除以什么 就这个东西除以一个lambda平方 当lambda的区积0是0 因为后头都是什么 就是这个是 就是这边剩下都是三阶项 然后那边就后头剩下都是高阶 就比2都要高了 四阶项以后的东西 对吧 就是把它拿过来 就是什么 就是它是 就是也就是当这个lambda非常小 就这个式子满足 对吧 当这个lambda区域很小的时候 我总是可以 这个式子应该结论是成立的 当这个lambda可以得出这个结论吧 本身它是小于它的嘛 现在让这个lambda很小嘛 因为lambda很小的那些 那些什么高阶项 实际上就是什么 实际上是就是可以 你意思说可以忽略不计嘛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他如果你就说这样一个式子 你觉得对吧 没什么问题 当这个lambda区积0的话 那这个不等4 对吧 这个不等4 这个不等4 当lambda不等0的话 这个不等4没问题吧 就当这个lambda区积0的话 就是这个不等4 lambda区积0的话 实际上就是保持前两项 后头的 因为后头这个lambda区积平方的话 除于lambda了什么 那个平方的话 实际上后 或者除于lambda 就是那种高阶项的话 实际上就是什么 都可以把它弄成0 如果是这样的东西的话 这个什么 如果有这样一个项的话 对吧 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要证明它是等0嘛 我们要证明它等0嘛 我们证明它等0的话 假设这个lambda是大于0的 假设这个lambda是大于0的 第一项 第一个就是说 假设这个lambda是大于0的每个 然后让lambda大于0 然后再去近0 当这个lambda大于0的话 就是什么 我两边可以同时除一个lambda 除完了之后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1 然后这个是什么 2分之什么 lambda1 x平方 然后后头这一块 这个是什么 2分之lambda6 这个 这个吧 这个再除一个lambda 对吧 就这个意思 那这时候 再让这个lambda去近0 这时候再让lambda去近0 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就得出这个 它是不是要等于0啊 要小一点0啊 因为当 它就这边是0了嘛 这边肯定是0嘛 因为它所以小于等它嘛 对吧 那这个是lambda大于0的情况下 就是如果这个lambda小于0呢 当这个lambda小于0 当这个lambda小于0 又去一个很小的值的话 那么我这个时候 同时除一个lambda 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变号了 因为负的嘛 负的嘛 对吧 变号的话 那么实际上这边还是0 对吧 那么后的还是0 对吧 那就说明这个什么 这个1的什么 是要大于等于0 对吧 那只能等于0嘛 就是意思 就只能等于0嘛 等于等就是 对吧 那就只能等于0 等于0的话实际上就是第一个结论有了 第一个结论有的话 等于0的话 那这块就不要了 对吧 就就不要 不要了再是什么 这两边再除一个什么 除一个x平方 除一个lambda平方 除完了这边不要了 这边是什么 这边是 这边没有了 对吧 然后再让lambda趋势0 那这块是0 对吧 那就说明什么 这个x平方 是不是要小于这个6 小于二分之六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二分之一 两个二分之一 底掉了 就是说 就可以证明出 这个1的x平方 是要小于等于6 就是实际上 就是说 这个结论不需要 就是这个定义 就是原来我们定义的时候 就是把这当做什么 当做是一个条件 实际上就是说 如果有这样一个 一个直接这样定义的话 这个直接是有的 可以推出来的 不一定要给个什么 给定义 就是说 给假设 那么高斯是不是就是 就是像这种 对吧 如果这个x就是满足 是这样一个分布 满足这样一个6的二分之一的话 那么这个x是不是就是高斯 就是是不是sub高斯 就是高斯实际上是什么 是一个特殊的什么sub高斯 对吧 就是这个 因为它是小于等于嘛 它没力是非要那个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个例子 就随便给个例子 这个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x 如果这个x是什么 是是一个随机变量 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ro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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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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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随机变量 那这个是 就是说我们说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p 这个p是什么 p这个这个x等于什么 就可以直接写二分之一的什么 德塔一加上什么 二分之一的德塔 负一对吧 就这个意思 就当然等于一的概率是二分之一 等于什么 等于负一的概率也是什么 也是二分之一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 那这个这个我们看看这个分布 这个分布 那这个分布我们看 就是它的这个一 lambda x 那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二分之一的 一的什么 等于 等于一对吧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什么 二分之一的什么 负一是吧 等于负一 然后概率是二分之一嘛 一的概率是这个东西 那它这个log 这个log是什么 这个log 那是这个 这个二分之一 一 加上二分之一 负一 这个 那实际上这个 这个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实际上 我们能不能证明 我看啊 log 提出一个log出来 提出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log出来 实际上是什么 一 加上什么 呃 提出一个 log的 二分之一 然后一加上 一的负的 二倍 对吧 是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有lambda应该是吧 这个有lambda 这个应该是有lambda 就直接就这样子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 那么它就得它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可以直接可以念算一下 它实际上是小一点什么 它实际上是小一点 这个二分之lambda平方 小于这个lambda 这个二分之平方 这个可以去念算一下 这个 这个没什么 那它小于它的这个平方 那就意味着什么 这个东西是个什么 是个什么 是一个 这个高斯的这个里头 应该是什么 二分之lambda平方 对吧 不是 这个应该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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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就是它是 那就它小于什么 一个是 二分之lambda平方 对吧 那么这个61 对吧 61 就是 这个是这样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高斯 而且对这个高斯呢 就是说有个很 很重要的一个性质 对吧 可以看出来 如果对这个 如果对任何这个 这个G的6 这个G的6 那我们看看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概率 这个x大于t 和什么 这个 负x小于t 那它是不是要小一点 这个1的 负的 26的t平方 这个刚好是高斯的 那个G 高斯的那个G 这高斯的G 这个是这个什么 这个这个计划 就是这个A B 这个计划是什么意思 这个计划是 就实际上是 它的最大的一个字 就max这个A和B 这个刚好这个是两个尾 对吧 一个是如果 这边一个是什么 在这边对吧 两个尾 因为这个高斯 我们不一定说这个什么 不一定它 不一定是对称的 这个sub高斯 不一定是对称的 一般的高斯可能是对称的 对吧 基于它的均值是对称的 就一边是在这边 一边是这边 那么它两个最大的都是要 就是最大的一个都是要小于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 这个是自然的 对吧 因为这个是 这就是高斯的那个东西弄出来的 根据那个 那个推出来的时候 就是 它的绝对值是要 就是它的绝对值 就根据这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式子出来 就它的性质 就可以 就看着谷 谷它的这个两边的这个大小 就是用这个sub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可以有时候 你可以把这个条件放弱 对吧 因为经常我们做那个假设的时候 就是做那个 为了证明一个东西 假设这个是个高斯 那么现在我可以假设这个 次高斯 sub高斯 那就是这个结论 就是我们这个结论就会变得什么 变得比较弱 就变得更 更具有一般性 就是这个意思 那这边是一个非常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定理 就是这个定理 另这个x是一个 这个x是一个 随机变量 那么它的均值是0 如果 对于某个 n大于0 那么这个x 小一点 这个1的负的2分之6 我们给个一般的结论 这个结论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这个 这个实际上就是 如果是次高斯道 它就有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这个就是那个 那么如果有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实际上就可以 棒就是什么 就给个这样一个棒的 就是说什么 折对每一个 对每一个q 就是对每一个p 大于0 那么这个1 x 它的p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举 可以帮着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p接举 它是等于 小一等于这个p 2的2p 然后这个6 对吧 我们这个6 这个6呢 就是 2分之6 然后gamma 2分之p 实际上我就 干脆就是什么 搞个2p 就好看的 对吧 搞个2p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什么 没关系 对吧 这个 就是说 它有这个 然后 这个证明 这个现在后头一部分 还有 就反过来 这个结论也是 如果它成立 后头也可以成立 那我们下次过来 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 就这节课 现在做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这个什么 就是说 1 现在xp 它的这个什么 期望 它的期望 实际上可以写成什么的呢 实际上是可以写成这个0 这个 然后这个pr 然后这个x的p字方 假设是大于这个x 大于x 然后dx 可以写成这样一个式子 可以写成这个式子 这个能够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 原来有没有这样一个公式 就是说 这是期望 对吧 这个期望 它就等它 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期望是什么 就是说假设这个 就是我们看一个一次吧 对吧 看一个一次吧 那这个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应该是 按道理是这个x 对吧 然后f 还是这个 它的这个是它的分布 对吧 这个小x 对吧 然后这个x 然后这个 应该是dx 对吧 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 对吧 或者什么 或者直接是什么 就是直接这个 我不管它连续 或是离散 都直接用是df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 那么 那么这个 如果小的话 可能好弄一点 就这个 这个小 x 大x dx 就这个东西 那么 那么就说 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东西是可以是吗 就是我可以这样子来写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可以写成这个 fx 然后我把这个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什么 写成是0x dt dx 可以这样写吧 可以这样写 对吧 可以这样写 就这样写的话 你看 就是这样写的话 我现在就把t和x 换 现在是 就是先是什么 先对x是什么 先对t求积分 是吧 然后再对什么 再对x 对这个x求积分 对吧 现在我意思是先对什么 先对x求积分 然后再对什么 再对t求积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这个是 先对t t应该是在0到无穷 对吧 对吧 那就是这个东西 我换成t吧 好弄点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看这个x 就是什么 就是意思是说 先是t是放到外头 对吧 然后x放在这里头 对吧 对吧 然后这个fx是什么 就是应该是在这里头了 对吧 那这个x的 这个取值应该是什么 这个x的取值是什么 你可以想出来不 这个x的取值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刚好就是 就这个东西 就是什么 原来这个什么 就是说这个 你看没有 如果这个是什么 哪个是t 假设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x是吧 这是t对吧 对吧 那这个取值就是 这个x在负无穷到无 对吧 t是在什么 t字能在 t是应该是什么 t是要大于0 对吧 小于这个东西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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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大于0 然后小于这个东西 是怎么弄 应该是 拿两条 要这两个画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这边 这边是不是 对吧 对吧 那反过来就说什么 如果就说把 把什么 反过来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 把t放到外头 把x放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x应该是什么 是不是应该是 负无穷到什么 负无穷到 负无穷到 到什么 我也很糊涂分 就是这个东西 是等价什么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知道 现在如果我们那是一次方 对吧 这个一次方 那个就是x的 这个什么 大于t 对吧 那它实际上 等价是什么 等价是这个x是什么 x大于t 对吧 然后呢 并上什么 并上这个x是什么 负x是什么 大于t 对吧 也就是这个x 要小于什么 小于负t 是不是就是 刚好这个积分 看没有 对吧 就是如果 就是把这个 放到这里头 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这里头 是不是刚好 因为你这个 这个fx嘛 这个fx 如果是在 那两个区间里头 去积分的话 是不是得出的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就是这个实际就等于什么 这个实际就等于什么 零 无从什么 pr 然后什么 这个 这个t在外头 对吧 然后实际就是什么 就是x要什么 要大于t dt 是吧 就把积分号 换一下 就是意思 这个自己想一下 对吧 对吧 所以它有些 一个小技巧 就是意思 那虽然就是 类似的 有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它是可以 形成这样一个东西了 就是可以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就是说我可以把它什么 我可以把它 再写一下子 等什么 就是把这个 求导 求导 这个等于什么 就直接可以 直接可以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个p 然后这个什么 p的 p减一次方 然后pr x 大于t dt 可以形成这样一个式子 因为 你一样的 一样的 就是你在那个地方 就是什么 做一个积分变化 做一个积分变化 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地方 求一次打数了 求一次打数就p 然后变成什么 t减1了 对吧 然后就变成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 就刚才 就按照我刚才那个思路 去想一下 去想一下 那这个时候 就是有这个式子 那我就可以 因为这个结论 我是有的 这个结论 这个它是吧 它是什么 它是要小于 等于它小于后的那块 对吧 这是我给的 那个定理 就是小 那它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这个0无穷 p t的 p减1 那这个是 可以看成是 那地方的两倍 对吧 可以看成是 结论两倍的 exp 负的 二分之六 然后是 我们现在是t的是吧 t平方 dt 就后头这一块 这一块就用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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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不等式 用了不等式 然后用这个不等式之后 我们再做一个几分变换 我们把这个什么 我们把这个 这个 这个看成是 把这个地方看成是一个 一个u 把这个看成是个u 就是u等于什么 等于这个t平方 二六 这样子 那这样子做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可以 可以把那个上面的式子 可以直接写出来 可以等什么呢 它实际上是这个p可以放出来的 p放出来 然后这个是 2到6 二分之p 然后积分 零到无穷 然后这个exp就是什么 exp的 负u 对吧 负u 这个t呢 是什么 dt是dt平方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u的 因为这个 换成一个平方 然后这个变成2 然后这个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那个 这个实际上是自然的 2p减1 du 就是说 如果这样假设的话 它等于它 对吧 那就说什么 这个t平方是等于什么呢 t平方是等于这个什么 两倍的nu的u 对吧 那么这个dt呢 就是两倍的t 对吧 dt 对吧 那它就是应该等于什么 就是两倍的 就是现在对u的求导 是吧 两倍的nu du嘛 这个2是抵掉了 对吧 那这个是用什么 用那个 有个甲克笔嘛 对吧 甲克笔 甲克笔 然后换一下这个东西 那这个是啥 这就是gm的2分之p嘛 对吧 这个gm的2分之p 就是 这个结论就出来了 就是说 它就可以有这样的东西 也就是说 对于什么 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什么 次高师的话 我总是可以去 鼓它了什么 它的这个 这个你们自己 去试一下 这个自己去试一下 这个我也试了 试了 试了 他们当初是这个时候一个 直接一个定理 我直接有这样一个结果 我查了半天 这个很有用 这个东西 这个不等式 对吧 现在就看了这个 这个不等式 对吧 所有的人看 我们做我们计算机的人 也要用这不等式 做数学的人 你看 对吧 算是你们要看的那个